哈喽大家好 我是刀刀 我是东南 我们现在看这套房子呢 是在东南比较熟悉的一个区域 Panoroma 对对 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Panoroma是一个在卡尔加里西北的一个区域 它的优势呢 第一就是 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老的去了 很多的设施都比较齐全了 比如说我左手边不到100米 就是Panoroma的小学 然后如果你买这个房子的话 你的孩子可以打着上个铃声的再去 九十里就去了 然后中午还能回来吃饭什么的 如果你愿意啊 然后其他的优势就是 比如说Stoney这些环城的路 就在Panoroma边上 对特方便 上高速也很方便 去山里也很方便 去Edmonton也很方便 另外就是 如果你喜欢华人多的区呢 这个区是 整个卡尔加里就是排名前三的 华人比较多的区 这区有自己的大统华 有自己的大统华 家门口就是 对对对 可能开车三五分钟这个样子 就这房子一进来我感觉特好的 第一个好的印象点 就是它这个光线哈 坐北朝南 一进来不开暖气都特舒服 那地板都是热乎的 嗯 这个房子进来以后 因为咱们现在还没有看不到的 有两点 我特别喜欢 第一就是后院有一个操场 不是对着别人家 对不对 对对 整个非常开阔 第二点就是它是坐北朝南 就是阳光特别的好 多少钱来着这个 三十九万九 三十九万九 多大面积 不到一千三平尺 哎那我还真的 又引起了我的这个好奇心 我们先去看看好不好 先去看一看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频道 喜欢类似的在卡拉加里 买房啊生活 别忘了订阅我们 走嘞去看看东南 今天的这家长什么样 哈喽 来来来 看我长高了没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一晚上不见 我下楼了 看了半美高 来来来进来来 看看我们阳光明亮的这个小屋 哎这房子一进来 这位置没有能够这个 好奇怪 没有小壁橱 一类能放鞋挂衣服的 这不是小壁橱吗 哦在 在这儿呢 啥也就是车库 你干我知道吗 对不起 你家壁橱长得那样 我刚搬进来还不太熟悉 这一块 这个是小壁橱 对啊 这可以挂一些衣服 是这样的一个节奏 然后过来倒到右手边 这里可以下地下室 但地下室还没装修 就先不带你看了 好 我们先看一层 然后左手边是一个小小的洗手间 这半位还挺大的 面积 这还真大 你进来就招不下了 对 对 没什么特别 没什么特别的 就一个小小的洗手间 哦 它厨房还挺开阔 是不是 对 厨房因为我们家是座北朝南嘛 哇 这光线 大操场 你看这个图球 我为什么喜欢这个房子 因为我喜欢踢足球嘛 闲着没事就出去跟小孩踢 在这儿干饺子皮 还能看你小孩 对啊 打不打架 对 监督着你家孩子 还能在这儿 谁要欺负我家孩子 我就出去给人跪下 垫着菜 这房子是哪一年的呀 2007年的第一场雪时候建的 哦 哦 哦 这 让我想起了刀狼 这房子 这房子你别说看橱柜 确实还是有点粘 粘稠的 但是这个橱柜有一个优点 就是它倒顶了 对 这是倒顶 现在已经成了 七十阳的平板标准 这是一个小盘锤是吧 放点油盐酱醋 然后这冰箱什么的都还挺干净的 但是可能自己升级 可以升级 这个黑球球的这个不好看 是不是 可以升级成一个双开门的 嗯 它这能用的空间都用上了 你看这上面都给你放上B厨 对对对 然后 这还有个小的 对 能用的空间都给用上了 洗碗机啊 微波炉啊 这些配合的都有 就是老旧一些 也不是老旧 就是低级一些 最普通的吧 不能说低级 入门 出门你 出门你 sorry 我这个语文呢 其实这房间 它的这个光照来讲 都不需要这个壁标 应该是不需要 太暖和了 暂时是不需要 这个天气十几度 最近拍的最暖和了 这是客厅 是吧 放个小沙发 是吧 小沙发和电视机 放那边就这么着对着 挺好 它能晒下太阳的 真真好 真不错 哦 那诗歌站这个位置 就是一个饭厅 对 吃饭了地儿了 对吧 放个小桌在这 嗯 小圆桌 嗯嗯嗯嗯 我真喜欢它房子的 这Pedio 我一进来以为 这是一Single House 就是因为 它的这个大露台啊 包括后面这个开阔的视野 就有一种是一个 一个独栋屋的感觉 是真的是 就是它这个开阔的视野 我觉得就值点钱 对 然后这个隐蔽感也蛮好的 因为它路还是在二楼 从上往下 就觉得还蛮好的 你看住在这儿想能不开心吗 真的是 你小孩回到家书包一放 就可以去后面跟邻居小孩玩了 将来能加入加拿大国家男子足球队 是不是 还能进事业杯 加入着国族进不了 只有可能 搬进来之后 你孩子将来就能进事业杯了 真好 这一层就这样 一层就是这样了 是吧 咱们上二楼看看 看看你家卧室 走一回到大门这边的位置 又回到大门 一进门其实是 没有正对着楼梯 这个没有 稍微斜一点 没有 因为华人对正对楼梯这个事 还比较在意 看评论区 大家还挺建议 来 来 咱俩一起上吧 好 这一上来 对着是两个卧室 一上来以后正对的就是一个卧室的门 咱先看这个吧 好 好吧 好 进来以后我先看看有摩油灯 哇 它这个维护的真不错 真是不像07年的房子 你看收拾多干净 嗯 真的是 这是啥 这是主卧吗 大一卧 不知道 应该是侧卧 应该是侧卧是吧 挺好的 挺好的 跟Danta那种公寓一样 就是 基本的这个配置都有嘛 又能泡澡 能泡澡 嗯 就是说楼上每一个卧室都有它的洗手间 应该是 我们去看看另一个卧室吧 因为它是坐北朝南的 我觉得它主卧不可能放在北边 哦 那边肯定是个主卧 打赌吗 十块钱呢 这么多贵 一块我给你赌 十块谁给你赌 哦 这是洗衣房 对 洗衣房在二楼 洗衣房在这里 挺好的 挺好的 真的不错 终于看到一款跟你家不是同款的 不是同款 这个是主卧吧 意思是 是 是 这主卧 摘壁厨 真的是 哦 东南说的对 这主卧 阳光主卧是吧 阳光更足 对着那个操场 夏天一眼看出去跟一个高尔夫球场一样 嗯 开使用机 真的是 哇 东南 这卧室能看到当场未有啊 虽然就是露点的楼间 但是还是能看到 能看见 能看见 能吗 有点酷 有个人在这办公室 我瞅着 我天哪 用的是Windows 我这眼睛可好了 2.0 这是啥 这就是它的小壁厨了 哦 这是壁厨 有一点小 有一点小 但是这也是 步入室的呀 对 再少也是步入室的 就像摩托车说的 然后 这啥 主卧的卫生间 你说的没错 这绝对是主卧 为啥呢 因为能进来两个人 这肯定是主卧 怕不了 这是主卧是吧 但是它这个浴缸和客卧的一样 嗯 一样大小 你得把价钱放心里面 哦 对 你不要 对 已经很好了 我觉得两个卧室都带这个 各有各的卧室 对 就分开了 就特好 嗯 咱们是不是还没看地下室 地下室没装修 去要不要看眼面积什么的 哇 它这个地下室都难 这地下室面积还挺大的呀 嗯 虽然它没装修 但是我觉得是可以给它搞成一个小公寓的 地下室的地下室 而且这块有窗户可以隔一个卧室出来 那边有个下水管可以隔一个洗手间出来 要是我的话我肯定把这个改成一个卧室的 一个卫生间啊 然后这边一个放那个户外用品的一个一个房间或者健身的房间 其实面积很大 这个看着得有五十多瓶 五十多瓶 得五十瓶了 看着 嗯嗯 挺好的挺好的 可这就是没装修 但是没装修给你了一些个你自己发挥的空间吗 这装下来得不便宜吧 装下来怎么得小两万块钱 对吗 嗯 小两万块钱 两万就装了呀 加上卫生间加上房间了 差不多 这这边一起 差不多 这不大 这一共 这两万加币就能再装一套小小小公寓出来呀 啥意思 贵还是便宜 便宜啊 这不是特好 没有厨房 那不需要有厨房 我觉得一加三个房间一个厨房够 够了够了 我很满意 因为两万多能装一个 那这房子我现在就下饱饭 哈哈哈 这个房子我不知道你怎么想哈 嗯 就是这价格加上各方面来讲 我是非常满意 呃 我也挺满意的 因为作北朝南 还有他的这个这个整个这个view 我觉得很好 就是让人心情很开阔 咱先别说这个屋子跟独立屋相比小多少 咱先别说这个 就是一住进来以后 你很开阔 你比如说用你话来说 在这赶脚的皮 你看 你看很远 你知道吗 反正我喜欢这样的 你呢 我是因为我以前对这个区其实不熟悉 嗯 我一直住市中心 后来便搬到那个另外的一个靠近路基山的这个区那边去了 嗯 所以我一开车进来这个区呢 就是那个好感知了 直接就上来了 嗯嗯 没有不熟悉的话 因为这块除了它的这个呃 就是未有比较开阔以外 我觉得它最最重要的就是它方便 对啊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学校 对对对对 就把刚才开车就说了 另外华人喜欢的大冬华 西线人喜欢的 Superstore 还有Costco 都在开车5分钟范围之内 打分你觉得多少分 打分 把价钱放弃 我觉得这个价钱 如果它的价钱能再下降到 我下降五万到三十五万的话 我觉得可以打到 八分这样一个分数 咱们不能说那么苛刻 你地下室要是自己再装一套的话 两三万块钱 你让人 房东能给你再这样两三万 再装一个地下室出来 那我觉得这房子打个九分 没什么没什么问题 你地下室再花个两三万块钱 装个卧室 装一个储物空间 装一个卫生间 嗯 那我觉得完全可以打八分的房子 嗯 是 我觉得我同意你 就是稍微有一点 一点点小瑕疵 就是 比如说地下室没有装修 两万块钱就装了 但那你麻烦呀 你跟房东考几个讲价呀 不是你懒呀 你比如说我这个懒人 我就懒着去弄他 然后还有一个小瑕疵 又懒又想省钱 就这时候你就别买房子 还有个小瑕疵 我就觉得卧室 如果再能多一个 三个卧室 因为它只有两个卧室 我说的就是地下室再装一卧室 嗯 因为它楼上两个卧室 对我自己的卫生间 它地下室也有排水口 可以再装一个卧室 一个卧室 一个卫生间 嗯 三十三个卫生间 价格让它再降两万 去装那个房子 三十七万 后面的ViuJ能看到Downtown 门口就是大统华 你妈来了买菜也开心 对不对 你跟我说还能挑出什么毛病 我以为你妈妈 你能不能用你母亲 你母亲来了买 给你的妈妈来这边生活 买菜也开心 想种菜的话 自己也有一个后院 又有足够的后院面积去开垦 我觉得没什么可挑剔的 再加上这光线跟它的格局特别好 客厅两个卧室 连它地下室一件就都是明亮的 真的是 没有任何可挑的这个光线 我打八分 你打九分 不知道观众朋友们能打几分 十分是满分 不是一百分是满分 你们喜不喜欢这样一个房子 你们如果想买的话 你们觉得多少的价位合适 要不要跟房东讲价 对不对 一定要记得把你的想法写在留言区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录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 千万不要忘记分享 订阅加点赞 咱们下期节目见了 下期见